看看這個皮 喔天啊 晶瑩剔透的 感覺超級好吃 這手動的很抖 C442 BUFFLE BASYS 嗨大家好我是米萱 我是安洋 最近有一個東西很流行 很夯啦 素食店在夯 韓式炸雞 喔 而且是麥當勞出的 你有吃過嗎 吃過一次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就 我們做的會更好吃 就直接要來挑戰做韓式炸雞 自製 看你可不可以超越麥當好 很簡單做炸雞 我們第一個步驟就是 我們先把我們的棒棒盆拿去醃了 對我們加了醬油味淋白胡椒 去醃它 大概醃了一兩個小時 對管它的有醃就好 差不多 接下來呢我們會分成兩邊 一邊會負責果粉 然後來炸我們的炸雞 然後我這邊呢負責做我們韓式炸雞 炸雞最重要的醬料 我們這個粉呢是 木薯粉比低筋麵粉 5比2 大概會炸這麼久 它浮起來應該就熟了 真的嗎 不是水餃 果粉我們把它裹的還蠻多的 因為原本就有醃 所以它邊邊其實很濕 很好去沾這個粉 但我覺得這粉這麼薄 怎麼炸出那個炸雞 脆脆的脆皮啊 可是有雞皮啊 喔它會一起脆 其實我也不確定 好我們就試看看 然後我這邊的醬的比例呢 多少 3比2比1 3是韓式辣醬 3比2比1比1 那都是大湯匙嗎 1比1啊 對啊你只要都一樣就可以了 耶 下不去 再拿一個湯匙 哇 喔耶 啊不用油喔 要耶 那我借一點那邊的可以嗎 可以啊 我幫你借了 我幫你借了 喔好聰明 來一匙 兩匙 三匙 三匙 三匙韓式辣醬 然後兩匙番茄醬 然後 一匙糖 一匙糖 一匙糖喔 啊 還好 它只是變成尖匙 然後呢 蜂蜜 一匙對不對 對 欸還沒好耶 算了 算了啦 隨便啦 用湯匙到底要幹嘛啦 然後水嘛 也是一匙喔 對 現在很濃稠 感覺水有點普多 沒有關係 蒜你要記得加喔 對耶還有蒜 好 我們再加一點蒜 提味一下 加一點蒜齁 我們有七隻雞腿齁 這樣醬不夠嗎 你覺得 我覺得有點微妙 那我全部都再喝一點點 可以啊 那所以大家就是記一下那個口訣 辣醬比 番茄醬比 蜂蜜比 糖比 水 就是3比2比1比1比1 我們其實也沒有計時欸 應該是一次炸兩個 大概炸個6分鐘 啊我們多久了 不知道 還是我們切看看 剪看看 裡面是不是紅的 我們的韓式辣醬 差不多就這樣了 顏色是感覺很正統的韓式辣醬色啦 那這一個炸雞呢 欸剛才很厲害耶 它是那種鹹酥雞店會出現的顏色欸 我來偷吃試吃一下我們這個辣醬的味道 我來偷切看看我們的雞有沒有熟 欸好辣 它就是韓式辣醬的味道欸 喔對啦因為我們加韓式辣醬進去 沒熟好丟進去 我們的炸雞炸好了 現在把它丟進去我的醬裡 欸這看起來超好吃欸 這炸雞 看起來超棒的 我剪了兩刀確認它有沒有熟 有 哇 這顏色就是韓式炸雞啊天啊 不錯不錯 我幫你準備一個漂亮的盤子 好的 我們讓它的那個四周均勻的沾上我們特製醬料 麥當勞小心了 我們來了 完成了 哇 這一定要拍給你們看 看看這個皮 喔天啊 晶瑩剔透的 喔感覺超級好吃 這手動很抖 來 好香喔 好香喔 真的很香 帶還是帶手套還是用手 那筷子咧 要帶手套嗎 那我帶手套 希望它有熟啦 應該是有熟啦 應該有啦 沒有也沒關係啦 沒有不太好啦 啊好燙啦 剛起鍋的啦 拿筷子嗎 不要 我已經帶手套了 好燙喔 好辣喔 就說那個辣醬很辣吧 好辣 又很甜 水鍋好吃嗎 好吃但是好辣 韓式炸雞就是這樣 就是要辣 所以我們有做到它的精髓 有辣就好了 然後我會劈 小酥脆 喔有小酥 小小而已 薄薄的 你吃完整根了 我還在唱 那你覺得跟你去韓國吃了怎麼樣 當然原料比較好吃啊 你在想什麼 那我今天幹嘛做這集 好好吃喔 我也有知道它小酥脆的地方 但真的好辣喔 我覺得第二口我就習慣了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甜味會讓你覺得它沒有那麼辣 會慢慢中和下來 第一口可能都是皮跟醬 你第二口開始就有肉 會中和那個味道 它咬下之後就是 我覺得它的雞很嫩 因為我們畢竟是這種雞腿肉 很嫩 然後搭配一點這個 醬跟皮 泡在一起 軟爛又好吃的感覺 對 要不要叫我們來吃 好辣喔 我們先緩緩 等一下 你有吃過麥當勞的 你覺得怎麼樣 我也比較喜歡這一個 我本的嗎 麥當勞的甜味很重 第一口很好吃 二三就很膩 來試試試吃路過是不是 剛好這麼巧 來試試一下我們做的韓式炸雞 很棒 看起來很難吃耶 什麼 彈炸雞多大 你不會說話 趕快吃啊 欸 我不太會吃肉耶 就是小時候嬌生慣癢 就是媽媽全部剝好 沒有骨頭的喔 對 不行你已經長大了 你知道嗎 你已經長大了 我來試試看 那後面辣了 喔 來了來了 有點辣 但為什麼我剛剛吃我覺得還好 我能接受耶 但我覺得沒有到很炸耶 很小吃 對 有點大感覺 那他我們醬的那個味道 你覺得怎麼樣 好吃的嗎 好吃嗎 什麼意思 等一下 我要說實話喔 講實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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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要吃一下 好 我其實有點評分不出來 評分不出來就是已經微扣分了 這是妳做的嗎 對啊 我也是買的耶 那妳不就是蠻好吃的意思嗎 對啊 沒有沒有 什麼意思 我要喝一看 妳給我好好細細的評價 有薄粉嗎 有 但薄薄 但不是那種那個厚的皮 味道是好吃的 嗯 只是就是在吃的過程中 裡面的粉跟外皮就會開始這樣 分開這樣 來 我們這次還是炸雞了 一到十分是不是 對 來 給他的分數是 7.5 欸 欸 什麼啦 因為我剛剛就覺得就是到後面就是如果配飯就還可以 就越來越好吃 對 因為他味道真的是不錯的啦 謝謝德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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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用心的評論家 好 還可以啊 我覺得我們的醬非常的棒 對 如果你想要吃那種很酥脆的粉 就是皮的感覺很明顯的可能要用別的方式 嗯 那大家可以再加試試看 喜歡今天的影片記得幫你喜歡 這邊有頻道的按鈴鐺小鈴鐺 有什麼享受的話 希望就是在底線人來告訴我們 隨便幫你放Minstagram 和Facebook 想要支持我的話可以加入頻道會員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